西門町的 現在就是旗艦店的斜對面以前 也是開了就是一樣的同一個店 然後後來很多次就譬如說服務生 就一直進來這樣說 不好意思 你們剛剛有沒有 就是按服務鈴這樣什麼什麼之類 他說沒有啊… 然後他說 他又再出去沒多久之後 服務生又再進來 他說你們剛剛是不是有在按服務鈴 就是找你們要點什麼東西這樣 就到後面大家整個就驚醒就是 他是從廁所走出來 什麼東西從廁所走出來 服務生又一直從廁所走出來 就從門出來 他不是從那個 服務生又一直從廁所走出來 他在那邊躲那麼久 就是他就是夢 就是他在裡面整理東西這些東西 然後這邊有一個直的走廊 長條的走廊 然後他就整理整理的時候 看到這邊有一個感覺 魚光看有一個人就是很慢的這樣 這樣在走路 然後我那個同事就看了一下 然後就看到一個老太太 然後呢靠近的時候呢 就看到那個老太太 老太太他的臉跟手腳 全部是就是那種 就是戰爭然後傷殘 然後都是爛掉這樣 他夢裡面是他跟他的男朋友 在整理東西 然後兩個就往外面衝 然後衝出去的時候 看到外面的就是 外面是還有一個小庭院 小庭院還住了一個老太太 結果老太太坐在那邊的時候呢 然後他就只想看他 就差不多是這個位子 就這樣看他一下 結果這老太太也是臉部跟手部 全部都是炸傷的這樣子 然後呢 後面那兩個老太太就一直 也追著他們跑就衝過來 然後就一直要叫他們 然後後來他就轉回去 然後去找那兩個老太太 結果兩個老太太 就兩個老太太 就可以有個示範的人嗎 就是我是那個我同事 然後就看到這個老太太以後 這老太太就一直抓了他的右手 兩個手這樣 然後繞著他這樣轉 就是你就 順著他嘛 順著這樣 這樣跑 然後一直跑 一直轉 然後他印象中他的手很痛 然後 講那句話是 我告訴你 我們不是鬼 就是這個跑的當中 他說我們不是鬼 我們是在以前在這地方有戰爭 我們是被窮盡在這地方的 對 的一些人 可是因為我們在打仗 打仗的時候 我們全部被炸傷了 可是呢 夢醒來之後呢 他的右手這邊是 有 抓痕 淤血的 對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很恐怖 是因為 我的同一個時間 我是拍到那個 那個照片 對 我說是有一個 我臉不是炸傷嗎 我就問說 妳那兩個老太太 其中有沒有一個人的眼睛是 失明的 他說有 是住在外面的那一個 所以他是說 妳本來要租的那間房子裡面 都是鬼是不是 對 就是那個兩個老太太 所以是兩個好心的老太太 來勸妳們趕快討 勸我 那為什麼要轉圈圈 不知道 那時候他大概 七歲 我八歲吧 他跟著我三個姐姐 我們四個 然後跟鄰居的小朋友 全部都在後面的農地那邊玩 結果怎麼大家玩完 突然聽 怎麼弟弟不見了 已經 後來大家回頭一看 只剩下一隻手 他就弄 已經摔到那個農地擬擬地 怎麼 然後我們開始一直很慌張 在那邊呼叫 呼叫 然後就來了兩三個大人 然後找到一隻很長的竹竿 趕快塞去那個中間給他 叫我弟弟趕快抓著 他就在那邊又在掙扎 但奇怪 他起來了以後 就突然會這樣 咻 又掉下去那一種 他在盤底後做什麼 妳不要亂看我 什麼啦 妳不要亂看我 妳不要亂看 我剛剛 我以為 我以為是妳在那邊 不是嗎 我以為是妳在那邊 妳不要插我 因為我們那時候年紀還小 我們就想說 那時候也不懂 完全就是不懂 只覺得說為什麼我自己 等一下扯他 等一下把盒裡他起來了 就這樣全身這樣弄泥巴 然後全部都泥巴開始吐 然後呢 好 待會兒家清洗了以後 而且我媽在幫他洗澡以後 才發現說 哇賽 他的腳怎麼都是那種 而且是比一般人大的那種手印 就是他的腳 尤其是這個地方最明顯 等於你們是跟水鬼拔河 對 他 而且後來才問我弟 我弟就是已經被嚇到 後來他才講說 我沒有辦法 有辦法 有人在下面拉我啊 他在想 真的 就是那種大排天見鬼啦